从任人鱼肉的女奴 到掌握生杀大权的权臣 金国宰相上官婉儿一生传奇 她一生情人众多 却仍能被皇帝纳入后宫 还可以继续做女官 就连当时大唐流行的额尖红梅庄 也是因她的风流意识而起 说起上官婉儿 有一点一直让人很不解 她是唐高宗时期宰相上官怡的孙女 而上官怡是因替唐高宗写下 废除武则天天后卫的诏书 与儿子上官婷之一起被武则天所杀 可以说上官婉儿与武则天 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当时上官婉儿才刚刚出生 就与母亲一起被佩莫夜庭 成为了地位低下的女奴 按理说她应该是恨极了武则天才是 但后来14岁的上官婉儿 落落大方地出现在武则天面前 展现出下笔成章 出类拔萃的才华 立刻获得了武则天的赏识 免去了奴婢的身份 开始掌管照命 而上官婉儿也当杀父之仇并不存在 来到武则天身边做了第一女秘书 开始踏入政治中心 武则天甚是欣赏她 经常让上官婉儿相伴左右 这样零距离的接触 让上官婉儿深受女皇熏陶 也让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但半君如半虎 这也为她带来了不小的危机 相传 武则天有一个男宠 名叫张昌宗 容貌毅力 是个世间难得的美男子 同样都是武则天身边的人 上官婉儿跟张昌宗的来往 自然变得非常密切 两人在宫中时常眉来眼去 有一回 上官婉儿当着武则天的面 忍不住地多看了张昌宗两眼 惹得武则天十分不快 他竟然随手抄了把小刀 丢向上官婉儿的门面 刺中眉心 之后还将上官婉儿送进了大牢 由于在狱中额尖受了绝刑 上官婉儿就在额尖眉心处 画起了红眉 既掩盖了疤痕 又点触了妆容 再加上 他本来就生得十分秀丽 这样一来反而愈发显得貌美娇艳 京中的贵女们见了都十分欢喜 纷纷模仿他的妆容 这样的红眉妆顿时风靡一时 成为大唐的代表装容之一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上官婉儿之所以会入狱 其实是他为了保护 敬畏崇拜的武则天 假装参与谋反 加入逆贼阵营 后来武则天知道了真相 亲自去狱中将他接出 只是上官婉儿已经受了情形 之后便刺了一朵梅花遮掩 不管上官婉儿跟张昌宗 眉来眼去的情谊是不是真的 他真正喜欢的人并不是张昌宗 别看他一生私生活那么混乱 上官婉儿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过刻骨铭心的初恋的 他的这个初恋 就是武则天的次子李贤 李贤曾经被立为皇太子 而他本人也很有才华 算得上是唐朝皇子中的佼佼者 作为太子的他 三次监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是一位非常合格的继承人 上官婉儿就是在他春风得意 才华进展的时候 与他相识的 他身为才女 本就眼光极高 被这位有着真才实学的 太子殿下打动后 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够继位 想来若是李贤真的继位了 或许上官婉儿 也能有母仪天下的几分机会 可惜那时候武则天开始掌权 母子之间互相猜忌 李贤很快就被贬为庶人 离开了长安 并在几年之后被迫自尽身亡 根据史书记载 李贤被废去太子之位时 起草废处诏书的正是上官婉儿 在李贤离开长安后 上官婉儿还曾去巴州探望 但此时李贤已死 他便怀着悲痛之情 在李贤的晒经史上修建亭子 父师怀念他 这段感情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 无疾而终 也给上官婉儿上了深刻的一堂课 罪是无情帝王家 身在皇宫 荣华富贵还是次要的 首先还是要保住性命才行 在痛师初恋太子李贤后 上官婉儿的情感世界 不免陷入了荒芜干涸之中 为了转移自己旺盛的经历 上官婉儿成为了一个工作狂 根据新唐书中的记载 上官婉儿至少有13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帮武则天批阅大臣的奏折 有时他还要带武则天接见朝臣 上官婉儿也因此获得了 女中宰相和金国宰相的称号 已经年近30岁的工作狂 上官婉儿掌握了一部分生杀大权 他也在这时结识了武三司 这位武三司是武则天最喜欢 也最信任的侄儿 后来成为女皇的武则天 甚至考虑过将皇位传给这个侄儿 不过因为狄仁杰等人的 极力反对而作罢 上官婉儿与武三司之间的情感发展 类似于如今的办公室恋情 两人因修订武周朝史书而结识 整日一起工作 自然而然地日久生情 根据旧堂书记载 武三司只是略设文史 显然他并不能靠才华打动这位才女 但不可否认 他的出现让上官婉儿在繁忙的公务间 找到了一个新的寄托 但若是将这份感情称之为爱情 似乎又缺少了什么 在神龙政变之后 武则天被迫退位 李贤的同母弟弟李显成为了唐中宗 还向上官婉儿纳入后宫 不久之后 他便被封为昭容 他明明已经成了嫔妃 却依然能够继续为官 相伴在李显身判 为他起草照明 那么 上官婉儿与李显的缘分 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一般认为 李显可能很早之前 便已经暗中仰慕 才华横溢的上官婉儿 不过他性情温顺 虽然仰慕 却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 直到后来 李显在女儿安乐公主的婚宴上 再次见识到了上官婉儿的财情与聪慧 原本就藏在心中的倾慕之情 越发凸显 而上官婉儿 或许是出于对前途的考虑 心领神会地与李显眉目传情 两人就此结缘 不过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武则天退位的诏书 就是上官婉儿写的 或许 在小心翼翼地隐忍多年之后 上官婉儿 还是将记在心中的深仇 找机会发泄了出来 而在李显上位之后 他的这份功劳 自然也是足以成为宠妃的 只不过 加入后宫的上官婉儿 依然被权力激流裹挟着 为了生存 不得不继续寻找 可以攀附的对象 唐忠宗懦弱无能 他的皇后韦氏 却野心勃勃 想做武则天第二 上官婉儿 追随武则天这么多年 哪里看不出 韦皇后的心思 再加上身为七管炎的 唐忠宗 连朝堂上的大事 都要让韦皇后来做主了 朝中真正掌权的人是谁 上官婉儿自然心知肚明 上官婉儿善于适应新的形式 自然乐于见到这样的现状 她凭着身为妃子的便利 经常在伟皇后耳边 说起武则天 巧妙地推着伟皇后 走武则天的路 一方面 她想为自己谋发展 另一方面 她也想帮助 失去了武皇庇护 又与她藕断丝连的武三司 于是上官婉儿就将武三司 介绍给了伟皇后 如今朝中 唐忠宗对她怀着倾慕之情 伟皇后又对她心存感激 老情人武三司也依旧手握重拳 可以说 此时的上官婉儿堪称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简直是红的发子 当然 上官婉儿本身就很有能力 这一点不能否认 在唐忠宗时期 她以一人之力 批复四方表奏 曹拟朝廷的政令 她若是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 是不可能一步步走下来的 此外 上官婉儿通过向唐忠宗进言 设立了修文馆 征兆全天下的才子 而她本人依然才华横溢 凭借着婉月的文风 开阔的眼界 超越了她的祖父创制的上官体 转变了中唐朝廷的尸风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上官婉儿又有了自己的心情人 崔石 崔石不仅有能力 有才华 家世也不错 祖父是中书侍郎 父亲是户部尚书 他自己也考取了功名 更重要的是 崔石也是个美男子 而且很有眼力劲 他先是依附在五三司这里 后来又主动找机会 结识了上官婉儿 此时 上官婉儿已经年过四十 崔石看中了他手上的权势 而他则相中了崔石的才情和好皮像 此后两人经常私混在一起 崔石转而依附在他这棵大树上 之后的仕途自然一路平坦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宰相 不过 属于上官婉儿的风光时间并不多了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逐渐士气 上官婉儿再次站队 来到了太平公主这一边 只可惜 他聪明一世 唯有这一次压错了宝 唐忠忠被伟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 掌管照命的上官婉儿 便在太平公主的授意下 曹拟一照将李崇茂立为皇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唐瑞宗 但是林姿王李隆基的势力也渐渐的强势起来 他先是除掉了伟皇后 后来又带兵杀入后宫 上官婉儿倒是依然很镇定 还命令宫女们点起蜡烛 与他一起前去迎接 将有利于李氏的诏书拿给李隆基看 可是李隆基并不买账 认为此时不除将来后患无穷 依然下令将其处死 不过可能是出于愧疚 成为唐玄宗的李隆基 后来还下令收集了上官婉儿的诗文 将其编辑为二诗卷 还找来当时有名的诗人张月 为他写序 这位中国古代史上 才情艰巨的奇女子 始终为权势所困 对于权力的追求 塑造了她的一生 最后也断送了她的一生 请不吝点赞订阅